今天的影片我会来实际的测试看你到底需不需要更换电脑的散热膏 OK事情是这样的 在某个夜晚我开电脑打算写稿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点开了Shopee 无意间看到这个散热膏长得很好看 我滑下去的时候又很刚好的看到这个评论 所以就一时冲动 好了我就想要试看更换散热膏对电脑的散热表现会不会有帮助 因为只要散热表现变好 照理来讲处理器会变得比较耐用 其他零件也是啦 不会遇到降频的情况 性能照理来讲应该也会变好一点点 我买的散热膏是Cooler Master的Master Gel Maker 如果你不懂的话散热膏是放在处理器还有散热器之间 让它们更好的贴在一起 更有效的把处理器上面的热量传到散热器来帮助散热效果 不管你用的是笔电还是PC 里面都一定有散热膏 在网上会看到很多人建议多久要更换一次散热膏 两年到五年的建议都有 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 因为这个主要是看你的用途啊 如果你是很常打游戏的人 或者做一些需要高效能的工作 那样你的散热膏照理来讲会比较快干掉 因为干了那个导热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普通用途的话应该是三到五年吧 才需要换 除了这些情况 你如果换新的散热器 或者转换散热器的方向 只要是有那个把散热器拆下来的动作啦 你都需要更换散热膏 如果你已经决定了要帮电脑换新的散热膏 那样你的下一步就是要选择一个适合你的 其实蛮容易的啦 就是两个点 种类还有导热能力 最常见的种类是膏状的 也就是这种粘粘灰色的 另外一种是电脑发烧有才会用的液态金属 就是水水会流动的金属啦 这两种里面当然是金属的导热能力比较好 不过它只适合发烧的 因为它很难用 你一不小心放太多漏到其他地方的话 金属导电 电脑短路 你就可以换新的电脑了 散热膏基本上都是不导电的 用起来安全很多 对新手而言也比较容易用啦 所以通常都是建议用这种膏状的 导热能力的话是用号码来区分 单位是这个 我不会读 当然就是号码越大越好 我买的这款它的导热能力是11 更贵一点的也有到14左右 理论上这个号码越大的话 导热能力越好 处理器的温度就会越低 不过还有其他很多原因会影响到电脑的散热能力 像是环境的温度 还有机箱的通风性 OK所以选择散热膏就是越贵的越好 我这次就要试看这个导热能力10E的散热膏 可以给我的笔电还有PC带来多大的温度差别 我用着的塔扇是Cooler Master的MA410P 有4根铜管 配一个120mm的风扇 之前配来的散热膏好像有到8的导热能力 不过也是两年前了啦 OK要换散热膏的话很简单 首先把风扇拆下来 电线扒掉 然后再把整块散热器拆出来 这里可以看到两年前的散热膏还没有完全干掉 然后我就用新的散热膏里面配来的清洁纸 把处理器上面旧的散热膏弄掉 你也可以用湿纸巾啊 就是不要太多水分 要注意不要有残留的水滴在处理器附近 然后散热器的底部也要弄干净 确定两边都干净了 没有水滴 就把新的散热膏涂上去 你可以找点什么工具把它们涂均匀一点 我这里是用保鲜纸包着手指涂的 之后再装回散热器 还有风扇就好了 接下来我就测试看PC处理器的温度 跟之前有没有差别 我的电脑是用AMD的Ryzen 53600 OK在换散热膏之前 它的待机温度是50度左右 换了之后是45度到46度 所以这个散热表现是有小小的提升 然后我跑了IDA64测试5分钟 原本的处理器最高温度是85度 换了散热膏后是82到83度左右 这个差别就非常小了 我再试了Primo Pro导出4K影片 原本最高温度是82度 大部分都在80度以下 用了新的散热膏 最高温度是80度 大多数都在76度以下 OK这个效果我个人看来虽然不算太差 不过处理器跑到80度还是有一点太高啦 我想过会不会是散热器的性能不给力 所以我过后有加了一个风扇上去 温度都还是一样 我也很勇敢的在处理器跑着80度的时候 用手去磨散热器 还有磨铜管 其实都不热啊 就是有一点温温的感觉罢了 所以我就猜应该是Zen 2处理器的 积热问题 就是那个热量传不出来 然后我又在笔电上面测试这个散热膏 拆装的步骤跟PC一样 只是拆笔电的过程比较复杂一点 这台笔电是DELL的Inspiron 5559 是我6年前买的 你可以看到原本的散热膏是已经完全干掉 这台电脑总共有三个地方需要用散热膏 处理器的部分有两个 GPU一个 把它们全部弄干净 散热器也是 然后在同样的图形的散热膏 把散热器装回去就好了 笔电原本的待机温度是44度到45度 开了OBS路平就是50度左右 换了新的散热膏之后 温度就是36度到37度 开OBS43度左右 哇在这种风扇不怎么转的情况下 就已经差了7度 然后我也跑了IDA64的测试5分钟 换散热膏之前是80度左右 换了散热膏之后是70度 差了10度 哇我这个30块花到很值得 完全没有想过这个散热膏的效果 在我的笔电上面会那么好 也顺便证明了我的3600有积热问题 OK所以看了这个影片 你有打算要换电脑的散热膏吗 就像我讲的 如果你的用途是长时间打游戏 或者做一些需要高效能的工作 电脑也用了蛮久 那你可能可以先去观察看 它现在的温度是怎样 再考虑看看要不要换新的散热膏 不过自己换散热膏 这个算是有一点点难度跟风险的事情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可以去找专业的电脑店来帮你做 OK这个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们下个影片见